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今天要闻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点赞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说好的大单飞了 普京遭北京拒签 在邦预部邦间走钢丝 习近平本是去俄罗斯吃饭聊天 TikTok来日倒计时 执行长国会听证 TikTok国会听证中的神秘人物周寿兹是谁 习普会后美国开展了 再将14家中企打入黑名单 特斯拉降价先中国车企自相残杀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说好的大单飞了 普京遭北京拒签 据火星数据研究所发表的文章说 这些日子欧洲和俄罗斯媒体都在渲染 中俄将会签署一份重要的规模庞大的天然气星合同 3月21号的金融时报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在克里姆林宫会晤后表示 俄罗斯准备增加对中国的自然资源供应 此次会谈标志着自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 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是成功的 在温暖同质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 金融时报报道中俄会签下大单 正如普京所说 俄罗斯打算确保对中国不间断的石油供应 并大幅增加天然气出口 2022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已经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 向中国输送了1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到2024年其产能有望达到计划的 每年380亿立方米 普京对习近平保证 到2030年俄罗斯可以保证 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总量 将至少达到980亿立方米 外加1亿吨液化天然气 3月21号下午快6点时 俄罗斯的国际文传电讯社也发布消息称 普京指定要求俄罗斯有关部门 准备了一份对华天然气出口 2030年要增加到980亿立方米 液化气要翻三倍的合同 该消息称 俄罗斯企业能够满足中国经济 对能源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 无论是在现有项目框架内 还是目前正在协调的项目框架内 该报道披露 围绕这个目标的其中一个项目 是通过蒙古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力量 2号天然气管道 年输送能力为500亿立方米 经过了7年多的讨论 该项目几乎在所有方面 中俄都获得了一致 普京还表示 俄罗斯还有机会大幅增加 对中国的肉类 股物和其他类别商品的出口 3月22号晚上 莫斯科时报发布了最新的消息称 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称 中国的领导人为亲爱的朋友 并说中文 为他的健康干杯 但中方并没有签署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和建造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的新合同 在双方联合声明中也未提到此事 也没有任何其他具体的安排 俄罗斯记者询问此合同为何并未签订时 此前向公众保证天然气管道协议将很快达成的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 解释说该项目的参数尚未达成一致 已经指示天然气工业公司详细制定项目细节 并尽快签署 已发出指示 以确保商定条件 我们希望今年会签订 在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后 欧美先后对俄罗斯实施了十轮经济制裁 不仅失去了优质的欧洲能源市场 还面临很多急需的零配件和机械设备 失去了原有的欧美进口渠道 俄罗斯只有向中国提供其自然资源 才能够有支付能力以换取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其他需要的商品 在天然气方面 2023年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需求将基本清零 这也是俄罗斯给予与中国达成更大供应量天然气合同的重要因素 2022年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增加了近10% 煤炭增加了21% 天然气增加了1.5倍 首次成为其最大供应国 作为回应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了价值48亿美元的电子和机械设备 以取代已离开的西方公司 在国际文传电讯社发布了普京准备与中国签订的新的天然气和液化气出口合同后 俄罗斯有人感到满意 也有人发泄不满 3月22号上午的莫斯科时报在其报道中介绍说 事件的逻辑表明 我们正在完全成为中国的资源殖民地 我们的手机服务器汽车芯片 越来越多的产品将来自中国 我们的外汇只有人民币 我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天然气和石油来换取这一切 国际战略研究所在一份评论中表示 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正在进一步凸显俄中关系的不对称性 现在很难掩盖这么一个事实 俄罗斯现在是中国的小伙伴 说好的事情怎么就黄了呢 因为这可能是俄罗斯的积不择实 一厢情愿 俄罗斯人如何评价中俄两国的重大经济合作是他们自己的事 但对于中国而言 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好消息 既今后中国有了稳定的天然气和液化气进口来源 但俗话说风险与收益并存 好消息总会有大风险为其背书 在中国的消费中 俄罗斯能源大幅度增加的同时 其他渠道的能源势必会同比例减少 被减少的能源势必会积极寻找新的市场 一旦克林姆林宫30米的长桌的主人意味 一旦去普京后的俄罗斯导向欧洲 中国巨大的能源需求 恐怕将会存在严重的供应危机 如同两年前澳梅退出中国 澳梅在印日韩找到了替代市场 到今年一月份中国发改委解禁 澳梅却难以回来 是一个道理 在能源上过分依赖一个国家将十分危险 去年俄罗斯将能源称作核武器 威胁欧洲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 欧洲人将过不了2022年冬天的声音 还余音未了 因此中国肯定不会重蹈欧洲的覆辙 签了这样的合同 将自己的未来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天然气多的是 特别是至少有足够多的人 想要向中国出售天然气 比尔卡塔尔 美国 澳大利亚 土库 曼斯坦 如果都转向俄罗斯的天然气 在外交上就会失去这么多国家 压根就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好继续再看下面的报道 在帮与不帮之间走钢丝 习近平原来是去俄罗斯吃饭聊天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俄罗斯 俄罗斯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发表的联合声明 八次点名关切美国 批美国报首冷战思维 却无实质成果 两国宣称会谈坦诚 但仍有分歧 专家分析 习近平此行在帮俄不帮俄之间走钢丝 印证习近平此行就是吃饭聊天的权益之计 也有分析指 此行的成果之一 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力量格局发生变化 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 有分析指出 从俄方高调接待习近平的相关安排 可看出俄罗斯对习近平此行重视 分析指出 习近平此时反俄 让普京在因乌克兰战事被国际孤立的茫茫大海中 犹如抓住浮沫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接近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形容 事情的发展似乎表示 俄罗斯正逐渐成为中共的资源殖民地 该消息人士称 我们伺服器将来自华为 我们将成为中国所有东西的主要供应商 他们将从西伯利亚的电力公司获得天然气 到2023年底 人民币将成为我们的主要贸易货币 报道并引述俄罗斯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沙吉纳表示 中俄关系的不对称性正逐步扩大 很难掩盖俄罗斯现在是中共小弟的事实 明报引述国际军事和外交专家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尼勒雄表示 习近平去与不去 此前有很多讨论 在俄乌冲突及其对世界格局影响 中国若不邦俄 未来会要单枪匹马对西方 邦俄是站在大势以弱一方 相当于陪葬 最好的姿态便是来吃顿饭 坐下聊聊 就是去走一趟 实际上声明未达成实质的东西 中俄联合声明八次关切 美国包括双方严重关切 美国英国澳洲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对美国威胁别国并损害有关地区安全的关切 敦促美国加快库存化物销毁 对美加快全球反导体系建设关切 批评美国保守冷战思维 推行印太战略等 尼勒雄令表示 中俄用坦诚形容此次会谈 这一字眼以往仅在中美就分歧进行对话时出现 俄方希望能从中国这里得到更多支援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BBC引述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中国事务高级研究员于杰认为 习近平形容与普京的会面 坦诚友好富有成果 意味着莫斯科与北京仍有分歧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TikTok来日倒计时 执行长美国国会听证 综合媒体报道 TikTok首席执行长CEO周壽兹 23号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面对美国强制字节跳动公司 出售TikTok股份 中国商务部23号回应 出售或者剥离TikTok 涉及技术出口问题 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 履行行政许可程式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 将依法做出决定 路透等媒体报道 美方将强制要求出售TikTok 理由是TikTok允许中国官方 拥有获取美国用户资料的能力 这影响美国用户的隐私和资料安全 认为TikTok受到打击 周壽兹自愿出席听证会 也是整场听证会唯一的发言者 他提出说明用户隐私和消费者资讯安全的保护措施 这也是TikTok CEO首次出现在美国国会的有关听证会上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述绝挺表示 美方无视产品和服务本身 仅从外国投资者身份出发 强制要求出售TikTok将严重损害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赴美投资信心 商务部表示如果美方强制要求出售TikTok成真 中方将坚决反对 数据庭称出售或者剥离TikTok涉及技术出口问题 必须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履行行政许可程式 中国政府将依法做出决定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TikTok国会听证中的神秘人物周寿兹是谁 据BBC报道 在全球对于TikTok的怀疑态度越来越强 且可能导致美国对这一中国应用程序实施禁令之际 如今焦点落在了该公司神秘的首席执行官周寿兹身上 这名40岁的新加坡人于周四3月23号就该应用程式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以及被职与北京有关联等问题 向美国众议院能源及商业委员会作证 对于他的工作方式 甚至他实际上掌握了公司多少权力等等 外界都知之甚少 首席运营官梵妮莎帕帕斯一直都是TikTok面对公众时的代表人物 而他去年9月就曾就美国流向中国的数据问题遭到国会的拷问 去年9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人物报道当中 引述前TikTok和字节跳动的前行政高管指出 周寿兹做决定的能力有限 而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掌握着公司的大权 但是现在就在TikTok与中国政府的关联备受仔细审视之际 TikTok将周寿兹公开推上了前台 去年9月在一封至国会议员的信中 该公司强调自己是在某公司字节跳动之外自主运作 并且极力指出周寿兹并非来自中国 而是驻留在新加坡的新加坡人 在这座城邦出生并长大的他 曾就读于新加坡精英中文学校华侨中学 操流力英文和普通话 他在服兵役期间曾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军官 这是一个备受尊崇的职位 周寿兹在伦敦大学学院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 前往哈佛商学院就读 取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 并在社交媒体巨头企业脸书上处在初创阶段时 在该公司实习 据媒体报道 他在投资公司数码天空科技任职五年 领导一个团队该团队后来在2013年成为字节跳动的早期投资人 他也曾在高盛做了两年的投资银行家 周寿兹之后在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公司小米担当重要角色 任首席财务官和国际业务总裁 之后在2018年带领该公司上市 他在2021年3月跳槽至字节跳动 成为这家媒体巨头的第一任首席财务官 仅两个月后 他就又坐上了TikTok首席执行官的位置 当时是他的前任凯文梅尔在川普政府 试图逼迫TikTok出售美国资产之际忽然辞职 现在周寿兹面临着他的TikTok生涯当中最重大的挑战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该公司从其美国业务当中撤资 否则将面临禁令 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成为了一个矛盾点 官媒《环球时报》于周二在一篇评论中表示 推动TikTok禁令的是有毒的美国政治环境 这将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 该报表示 在美国官员和政客眼里 TikTok的中国背景是一种原罪 面对来自两边的密切神势 周寿兹在最近数月似乎展开了某种形式的魅力公式 他在二月开设了自己的TikTok账户 展示他个人生活的点滴 这距离他成为这个平台掌舵人已有近一年 自此周寿兹的1.8万粉丝看到他出席超级晚和NBA比赛 与比尔木雷等明星见面 还与歌手习亚拉跳了一段尬舞 他善用媒体资源 在采访中透露他是一个高尔夫爱好者 也是喜剧演员凯文哈特的粉丝 他妻子是投资公司CEO薇薇安高 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 他还曾说他不允许他的孩子玩TikTok 因为他们太年幼 近日他在美国各大媒体上走了一圈 反复保证TikTok不会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 他还直接求助于美国用户 在周一的华盛顿 他通过TikTok的官方账户发布一段视频 邀请用户告诉他 他们想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些什么 该视频获得超过50万点赞 他在当中说到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 这可能会将TikTok从你们1.5亿人手中夺走 美国再将14家中企打入黑名单 综合媒体报道 拜登政府23号再将14家中国公司列入危险信号名单 迫使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中企发货之前 进行更多的禁职调查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拜登政府将14家中国公司列入尚未经核实的名单 被添加到列表中的中企 可能会被启动一个60天的实现程序 并可能会引发更加严厉的处罚 易控国际香港公司和另外一家香港公司也被列入名单 根据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 在宣布后的一份声明中说 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 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格雷夫斯说 我们致力于使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措施 来确定美国先进技术在全球的实现情况 美国将限制美国商品出口 作为阻碍北京技术进步的关键工具 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负责监督美国出口管制的商务部 还将来自土耳其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德国 保加利亚 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 以色列 马来西亚 沙特 阿拉伯 和新加坡的其中18个实体 添加到了名单当中 消息没有提到 遭列名单的中企 受指控细节内容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特斯拉降价 先中国车企 自相残杀 据自由财经报道 特斯拉在中国掀起价格战之后 部分车款比美国和欧洲便宜近50% 迫使中国约有30家车企跟进 自相残杀 彭博社预言中国汽车行业面临洗牌将有车企倒闭 彭博社的报道说 特斯拉自去年10月降低上海厂生产车款价格 今年1月砍价浪潮继续升级 使得特斯拉在中国制造的汽车比去年便宜14% 部分情况下 价格还比美国和欧洲便宜近50% 报道称 面对特斯拉砍价竞争对手别无选择 只能跟进 包括小鹏汽车和蔚来汽车等中国车企新贵 以及福斯汽车和梅塞德斯奔驰集团等领先的国际品牌 提供的折扣高达7万元人民币 福特汽车MatchE电动运动型多用图车起价 降至20.9万人民币 比美国便宜约三分之一 彭博估算 至少有30多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已经降价 未来财务长凤伟认为 中国汽车制造商太多了 正在经历一场洗牌 由于中国车市竞争尚无放缓迹象 光是今年就有155款新的纯电动和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在中国亮相 这意味着降价可能来自财务实力较强的大公司 没有可靠外部资金的公司 恐怕在未来两年面临生存挑战 甚至会有一些汽车制造商倒闭 好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越发大胆开始扮演世界领袖角色 中共大兴调查研究李强李希等最高层火速出征 中央港澳办露党骨 扯下国务院面皮横空杀出 洪杜拉斯奔向中国台湾召回大使抗议 胡润富豪榜164中国人落榜 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 中纪委一天宣布6名央企高层被查 5人出自能源企业 中国高职院校招生连续4年超越大学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越发大胆开始扮演世界领袖角色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 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表现得越发大胆 长期以来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发生转变 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说 习近平开始扮演世界大国领袖的角色 中国现在以世界大国自居 并已开始扮演这一角色 长期以来对于远离本国领土的冲突 中国一直不愿介入 但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 北京方面正在展现一种新的魄力 以吸引志同道合的国家站在自己一边 并在全球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为目标 定位中国中国走出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造成的与世隔绝局面 遭遇西方世界对中国更不友好的态度 中国发出信号 认为自身已具备军事和经济实力 可以开始塑造一个更符合其利益的世界 本月早些时候 在中国的斡旋之下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 令世界震惊 这是中国介入中东动荡冲突的一次大胆尝试 现在习近平表示 他希望在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中发挥作用 他刚刚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数天气氛融洽的会晤 并计划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俄乌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对话 据华尔街日报称 这些举措可能不会带来持久的外交突破 而且正如本周在莫斯科再次凸显的那样 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被认为倾向于俄罗斯 这削弱了在基辅支持者看来 习近平作为一个中立调解人的可信度 周三早间 当习近平准备离开莫斯科时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新一波导弹和武装无人机攻势 基辅地区的一所学校宿舍里有四人丧生 但是中国以如此高调的方式介入这些冲突的意愿标志着 中国对自身及其全球角色的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这传递出了一个信息 中国及其友邦不再非得顺从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 这对华盛顿构成一个挑战 美国正试图塑造美国所认为的分化为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世界格局 中国长期以来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 同时逐渐增强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随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扩展到全球 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开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一策略开始发生转变 中国必须保护在全球各地数以千亿计美元的投资和人数持续增加的侨民 此外 中国对海外的战略资源也有强烈的需求 除了介入俄冲突以及沙特与伊朗的纷争 过去几周 习近平还提出了拓展其对世界的愿景的三项新倡议 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 但其广泛的理念 寻求将中国定位为这样一个国家 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 可以与中国做生意 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 可以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大兴调查研究 李强李希等最高层火速出征 据香港01报道 中共最近大兴调查研究 习近平等都在高层会议上做出相关要求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又印发了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指出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作为在全党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方案要求党员干部要突出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促进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 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 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 上述要求做出之后 地方已经有不少省市领导 开始走进基层 不久前新上任的总理李强 中纪委书记李希等 于近日也纷纷走下基层 到各省市做调查研究 落地践行这一要求 官媒消息显示 李强在21到22号到湖南调研 并主持召开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 调研内容都是当前最要紧 也是政府系统当前最关注的经济议题 在株洲 李强考察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株洲硬制合金 湖南山核科技等企业 深入企业的车间和实验室 详细询问企业情况 他要求企业要大力培养 吸引和用好优秀科技人才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 打造更多有话语权的产品和技术 以产品创新引领和拓展市场需求 在长沙 李强考察了长沙比亚迪汽车 中国铁剑重工 蓝丝科技等企业 希望企业能下功夫 拉长长板 补齐短板 在优势领域巩固领先地位 在更多新领域 新赛道实现领跑 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在湖北 李锡调研了武汉市东湖新城社区 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 湖北省纪委监委 省委巡师办 鄂州市华融区纪委监委 以及武昌传博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大学等等 李锡在调研中关注的三个重点 都与其负责的纪检监察工作密不可分 这三项重点 第一是乡村振兴领域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 第二是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 第三是国有企业党分连政建设 和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李锡在调研时还表示要加强 对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中管高校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指导 全面推进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 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 同时要深化地方派驻机构改革 推进省市县三级派驻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等工作 扩大省纪委监委向省管高校和国有企业派驻 纪检监察组织点 这意味着上述领域将成为理系任内中共纪检监察的重点工作之一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央港澳办露出党骨 扯下国务院面皮横空杀出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正在组建 作为中共中央办事机构 但仍保留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牌子 知名KOL近海猴解读 保留国务院港澳办的牌子是依法管制香港的体现 可以一体两用 一面对全国中国及中央驻港机构 中央港澳办是第一名称 二面对特区及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国务院港澳办是第一名称 如果是几年前 这一解读应该是虽不重也不远 但进入党领导一切的新时代 是否如此则有待上去 事实上港澳办之所以证明 正是要展现党中央对港澳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央港澳办既然横空杀出就不会再邮报皮把办遮面了 中央港澳办与国务院港澳办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与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台办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台办一曲同工 过去除了与台湾政党往来时使用中央台办 其余场合大多使用国台办 因此有国台办是皮 中台办是谷之说 但这已经是旧黄历 23号宋涛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的身份 在北京分别会见了台迷集团董事长张安平和台湾商业总会大陆经贸交流团 宋涛上任之后不论是会见佛光山寺住持新宝 妈祖宫庙代表等台湾民间人士 还是新加坡外长维文 也是以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的身份 中台办在前国台办在后 打开中台办官网 宋涛的前任刘洁一公开亮相 已是如此实用头衔 有理由相信中央港澳办组建完成 就会堂堂正正登场 面对特区及特区政府 香港社会也将是第一名称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宋涛拉斯奔向中国 台湾召回大使抗议 据法广报道 台湾今天宣布召回驻宋涛拉斯大使 以抗议宋涛拉斯外交部长访问中国 台湾这一声明是在宋涛拉斯外交部长 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访问中国 讨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做出的 此前3月14号 宋涛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宣布 宋涛拉斯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 美国试图劝阻宋涛拉斯 弃台奔中无国 台湾外交部今天抗议称 宋涛拉斯无视与台湾之间80多年的外交关系与友谊 派遣该国外交部长前往中国 这严重伤害了台湾政府和人民的感情 台湾称已经决定立即召回我们驻宋涛拉斯的大使 以表达我们的深切不满 这一声明是在宋涛拉斯外交部长 爱德华多恩里克雷纳访问中国 讨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之后做出的 法新社说 如果宋涛拉斯正式与台湾断绝关系 那么在近年来失去几个拉丁美洲盟友之后 台北将只剩下13个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宋涛拉斯政府和外交官员 告诉法新社 宋涛拉斯外长与卡斯特罗总统的女儿 副手西奥马拉塞拉亚一起去了中国 总统府部长鲁道夫告诉当地日报 部长是根据卡斯特罗总统的指示去中国的 他还透露说 宋涛拉斯代表团将由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接待 中国外交部没有正式这次访问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 中国准备好与宋涛拉斯建立外交联系 据法新社说 3月14号宋涛拉斯总统宣布 该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关系 这一决定立即受到北京的欢迎 但却威胁到台湾与宋涛拉斯的关系 自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以来 中美洲一直是北京和台北的外交竞争舞台 尼加拉瓜 萨尔瓦多 巴拿马 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利加 近年来都与台湾决裂 转于北京建交 自2016年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以来 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 蔡英文来自一个传统上赞成台湾正式宣布独立的政党 自那时起 北京已经挖走了八个原与台湾建交的国家 这些国家改为与中国建交 该消息没有提到宏都拉斯外交部长访华 是否当即与中国签订建交协议 而台湾宣布召回宏都拉斯大使 是否意味着与宏都拉斯准备断交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胡润富豪榜164中国人落榜 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胡润研究院周四23号发布最新胡润全球富豪榜 虽然去年减少164人 中国仍以969位10亿美金企业家领跑全球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蝉联中国首富 根据胡润研究院在官网的新闻稿 过去一年全球平均每周减少5位10亿美金企业家 其中3位在中国 全球10亿美金企业家人数比去年少了269位 是逆年来减少人数最多的一次 达到3,112位 中国虽然少了164位 仍以969位10亿美金企业家领跑全球 美国第二有691位 比去年减少25位 中国和美国拥有全球53%的10亿美金企业家 印度以187人排名第三 比去年少了28人 德国取代英国以144人排名第四 去年有445人落选胡润全球富豪榜 是历年来落榜人数最多的一次 中国多达229人 占51% 其次是美国44人 第三是印度40人 去年有176张新面孔入榜 中国最多达69位 占4成 其次是美国26位 第三是印度16位 中国富豪方面 69岁的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身家跌4%至4650亿元 蝉联中国首富 全球排名保持第15位 腾讯主席马化腾身家下降了25%至2600亿 位列中国第三 全球排名第31位 相较去年下降了三位 第三位的维自杰跳动创办人张一鸣 其身家跌31%至2500亿元 全球排名34位 此外报告指马云财富下降32%至1700亿元 位列中国第九 比去年下降了四位 全球排名第52位 比去年下降了18位 马云财富减少 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的市值 及独角兽公司蚂蚁集团的估值 在过去一年均有所下降 目前阿里巴巴市值1.6万亿元 过去一年马云多在海外 榜单显示中国富豪前十分别是中闪闪 马化腾张一鸣 曾玉群 黄征李嘉诚家族 黄征李嘉诚家族并列第五 丁磊何享健家族并列第七 马云家族秦英林前英夫妇 李兆基秦英林前英夫妇 李兆基并列第十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纪委一天之内宣布六名央企高层被查 五人出自能源企业 能源反腐继续 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23号发布消息 六名中央企业高层被调查 其中五名来自能源央企 并集中在电力与电网系统 这六名被调查的人员当中 职位最高的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元党组书记副总经理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夏忠 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察调查 夏忠出生于1962年8月 现年60岁博士研究生学历 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履历显示夏忠历任中国水电四局局长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党组书记 前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中电投集团 西北公司总经理 党组书记 中电投集团基建总工程师 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还通报了另外五名被查的 央纪高层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显示 国家能源集团 科环集团 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前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志青 已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几率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国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前副总经理张志刚 大唐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 前总经理盛晓明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事业部计划处副处长 曲辉 国际集团 恒天集团 恒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总经理孙小冬等四人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均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相关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高职院校招生连续四年超越大学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教育部今天表示 高等职业院校 韩职业本科学校1521所 2022年招生546.61万人 普通本科招生467.94万人 高等职业招生连续四年超过 普通本科招生规模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师傅 司长林宇表示 高中阶段全国目前有 中等职业学校9752所 2022年招生650.69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的40.71% 在校生1784.61万人 占高中阶段教育的39.67% 林宇强调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他还表示 要坚持拓宽职业学校学生发展通道 通过中高职贯通 中高本衔接 完善教职高考等 为有意愿够条件的学生 提供多种就业升学发展路径 他指出 去年全国已有超过一半的中职毕业生 升入高职和本科继续学习 同样高职毕业生在保持高就业率的同时 现在每年也有接近五分之一的学生 实现升学深造 世界简报 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 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 以色列通过内塔尼亚湖的新法律 尽管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英国独立报 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聚集在以色列 反对有争议的司法改革 包括一项防止总理被宣布不适合任职的法律 尼亿的法律被视为 旨在保护现任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湖 他目前仍面临腐败指控 并在以色列议会以61-47的投票通过 自引入这些新的立法改革以来 以色列的抗议活动进一步升级 批评人士认为 这将削弱该国的民主 并导致政府的权力不受控制 预计英国首相鲍里斯 詹森将在伦敦会议上与内塔尼亚湖交谈 对新改革引起的民主和侵犯人权行为表示担忧 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利·James Cleverley 签署了旨在深化两国之间安全 贸易和技术联系的协定 影子外交部长Bambos-Carolambos 认为稀释了历届政府在国际法方面的长期立场 然而 外交部长安尼·玛丽·特里维良重申 英国政府致力于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合作 推进两国解决方案 这将导致双方的和平解决 同时投票反对 提起巴勒斯坦一美国记者西林·阿布·阿克勒的案件 他在去年5月报导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的袭击时被枪杀 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以色列各地 许多示威者打扮成 使女的故事中的侍女 而其他人则聚集在旧城的城墙上 他们展示了国家独立宣言的巨大复制品 前外交部长齐皮·利弗尼·斯坦勒尼 在讲话中辩称 你以改革的引入造成了一种局面 即以色列必须再成为犹太 民主和进步的国家或成为宗教 极权主义 失败 孤立和封闭之间做出选择 五角大楼 预算使美国为可能的中国对抗做好准备 美联社 根据该国五角大楼领导人的说法 美国军方必须为可能与中国的对抗做好准备 他们周四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 国防部今年提交了一份拟议的8420亿美元预算 比去年大幅增加 这将使亚洲和全球的部队现代化 特别关注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能力 并保护与其他国家的联盟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丁 罗伊·奥斯坦表示 预算是由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竞争的严肃性推动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ie将军称 中国目前的行动使其走上与邻国甚至可能与美国发生对抗和潜在冲突的道路 国防预算旨在通过军事技术现代化为这一结果做准备 在过去的20年里 美国的军事装备和部队受到阿富汗和伊拉克冲突的侵蚀 但该国正在努力提高为潜在冲突做准备的能力 米利说 战备率比多年来要好 超过60%的现役部队处于最高战备状态 而10%的现役部队可以在96小时内部署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快速发展的军事能力以及与俄罗斯等国的联系 引发了对潜在危险的全球冲突的担忧 与此同时 该国正在增加对军事技术和国内安全能力的投资 有报道称 北京目前正在研究隐形战斗无人机 贝多芬之死 巴树头发现DNA解密 已干酗酒是主因 乐圣贝多芬是享誉国际的古典音乐家 医生受各种病痛折磨 外界猜测死因可能与梅毒或酗酒过量有关 据传 贝多芬死前一天至少要喝一瓶葡萄酒 当时医生推断他死于某种酒精性肝病 剑桥大学人类学博士贝格证实 贝多芬曾感染B型肝炎 过度饮酒加速了他的死亡 纽约检察官拒绝共和党 要求提供与特朗普调查有关的文件 华盛顿邮报 美国共和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 乔丹 Jim Jordan 要求曼哈顿地区检察官提供有关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正在进行的调查的但文件和证词 包括与封口费有关的调查 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 布拉格 Alvin Brake 在给约旦的一封信中将这一请求描述为 对未决地方起诉的史无前例的调查 并警告说 这将干扰执法并侵犯纽约的主权 乔丹的信引起了民主党人的尖锐批评 司法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对此表示反对 这一要求是在特朗普声称 他将在未来几天被捕并呼吁他的支援者抗议之后提出的 到目前为止 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在回应乔丹和其他共和党立法者的要求时 布拉格表示 这一要求非常明显地进入了各州的领土 并指出 这是在特朗普制造他会被逮捕的错误期望之后才出现的 在担任总统的最后行动中 特朗普于2021年1月向约旦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 当时的白宫称赞他对抗弹劾猎的努力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挑出几位美国高级执法官员 称他们应该被起诉 而不是我 布拉格现在要求举行会议和协商 以确定国会是否有任何正当理由寻求这些当 大卫 马利帕斯坦全球发展的未来和世界银行的作用 CSIS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表示 随着新兴市场进入一个新阶段 世界银行将需要记住私营部门投资 在鼓励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在CSIS本周组织的一次活动中 市航行长大卫 马利帕斯 David Mopas 表示 在他四年的任期内 他监督了4400亿美元用于全球危机 并且已经将创造国的气候投资翻了一番 马利帕斯建议 这些措施可以作为该银行未来私营部门参与的范本 该银行传统上致力于无息贷款和赠款 然而 批评人士认为 该银行受到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过度影响 其专案往往低于预期 伊曼牛尔 马克龙养老金胜利的麻烦 经济学人 法国总统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计划已久的养老金改革在两次不信任投票中勉强幸存下来 使该提案成为法律 该法案将最低领取养老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 并建立了替代养老金积分制度 养老金改革历来引起了法国民众的强烈抗议 正如雅克·希拉克·华克·希洛克 在1995年被迫放弃进行类似改革的尝试时所发现的那样 然而 法国将其GDP的14%用于公共养老金 几乎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准的两倍 随着法国人口老龄化 这一数位将会增加 其他欧洲国家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果该法案得到宪法委员会的批准 该提案将引起争议 因为它在工会 反对派和公众中极不受欢迎 报告显示 马克龙认为他不能冒险进行正常的一回投票 而是诉诸宪法条款 认为投票对他的任期至关重要 虽然批评人士认为这强化了 他不会听取人民意见的印象 但马克龙认为 如果法国要保持金融稳定 养老金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随着马克龙走向其他重大改革 他需要纠正他紧密的执政风格 以达成共识 避免将选民推向极右翼 气候变化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纽约时报 一份新的联合国报告指出 为了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到2030年需要将温室气体减半 到2050年代初 必须停止向环境中添加二氧化碳 该报告比过去的版本更具体的 规定了失声表 明确了挑战 但似乎即使是保守的目标 也不太可能通过主要罪犯 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来实现 因此 我们可以预期看到更频繁的环境灾难 特别是洪水 火灾和饥荒 以及受惊的移民和专制政权造成的动荡 这些后果将影响后代 这一事实使环境危机充满了精神内涵 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说 作者还拒绝认为 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或经济的 因为它最终涉及价值观和意义 中国在制止野生动物交易做的还不够 经济学人 根据一组科学家发表的一份工作论文 遗传证据表明 武汉的海鲜市场出现了狗 黄鼠狼 狐狸和刺猬 那里的顾客和摊主是第一批因COVID-19而生病的人 中国政府否认野生动物市场的存在 直到2021年中国科学家报告说 他们看到过在这些市场上出售的动物 研究结果发现 这些市场饲养的动物包括浣熊狗 它们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人类 从城外运往市场的动物引起大流行的理论 可能比相反的看法更可取 即COVID-19可能是从附近的病毒学实验室泄露的 然而 它并没有洗清共产党的责任 在2003年SARS爆发后 武汉等市场大幅萎缩 这归因于野生动物贸易 随后 一场名为春雷行动的全国性运动 发现了大约90万只外来生物 中国政府再次加大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 实施了新的禁止食用外来动物的禁令 然而 出于其他原因交易生物仍然是允许的 休斯顿市中心大学的彼得 李 皮特利 表示 野生动物产业在中国政府中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泄露的实验室可能是向世界释放COVID-19的原因的论点 使外来动物的贸易商受益 使他们有机会避免未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大流行负责 支援这两种理论的证据都给中国政府留下了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 分裂的伊朗与邻国购合 金融时报 吉迪安·拉赫曼 吉迪安·拉克曼 最近在经历了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骚乱之后访问了伊朗 他在最新的《金融时报》专栏中写道 与沙乌地阿拉伯的和解以及与俄罗斯的贸易增长如何说明该政权生存 然而 与西方的关系已经直线下降 恢复核协定的希望看起来很黯淡 拉赫曼与英国《金融时报》中东编辑安德鲁英格兰 Andrew England讨论了此事 拉赫曼认为 很难评估在伊朗各地发生的反建制抗议活动有多大代表性 并遭到残酷镇压 然而 他指出 政治气候变得雾霾浓霾 因为除了对政府不利之外 对伊朗执政神职人员的怨恨也越来越大 他会见了一大群改革派议员 他们闭门造车说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越来越脱离现实 他对权力的控制令人担忧 拉赫曼指出 最近伊朗政权向沙乌地阿拉伯提出了提议 但这种和解转瞬即逝 纯粹是为了争取时间 就俄罗斯而言 普京总统与德黑兰建立了联盟 并利用他与伊朗政权的关系 进一步挫败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野心 这导致伊朗在经济和战略上 更加依赖俄罗斯 总体而言 尽管自2018年唐纳德 特朗普放契合协议以来 与西方的关系有所下降 但拜登总统并未努力 让伊朗参加多边会议 以恢复该协定 世界简报 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金六内容 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 迅速掌握全球趋势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习近平已经结束了3月20日 至3月22日的俄罗斯之旅 中国官方此前的报道 口径一直是 习近平去俄罗斯 是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西方媒体 西方舆论此前的猜测 这是一个并列结构 意味着每一项 包括和平之旅 从和平调停这一块 中国可能会有大动作 但就目前最新的消息 来看中国在这一方面投入 非常的少 事实上现在的情况 一边是热战止不住 另外一边 冷战的氛围 新冷战的味道 已经是越来越浓了 透过中国和俄罗斯 这一次发布的联合声明 看得已经非常清晰 透过这一段小视频 可以比较清楚的听到 习近平提到了百年变局 我们一起来推动 等等这样的意思 保守的算下来 习近平去俄罗斯 和普京谈了是十个半小时 包括正式的场合 和一些非正式的场合 想必所谓的百年变局 其实也就是国际环境的变化 是两人探讨的重要的主题 不过就最紧迫的情况来说 普京显而易见 他最头疼的事情 还是俄乌战 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退出的可能 等等 不过在送别习近平的时候 既然又听到习近平 提到了百年变局 共同来推动 他还是透过翻译 说了一句 我同意 所以比较有趣的 首先还是来看一看 普京和习近平二人的关系 现在西方主流媒体 援引一些分析人士的说法 可以看到判断 是倾向于一致的 普京是有求于中国 或者换言之 普京有求于习近平 当然了海外的一些自媒体 有些所谓的大V 认为习近平是去俄罗斯 叫俄爹的 或者是说 习近平去俄罗斯 就是准备卖国的 所谓的卖国的 可以看看这是哪一些人 他们说这番话 依据 特别是现实的依据 有哪一些 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说法 俄罗斯的经济 因为是已经陷入了困境 并且在世界舞台上 遭到了孤立 因为俄罗斯侵入了乌克兰 而且自西方突然断绝 经济关系之后 俄罗斯一直是严重依赖 中国来弥补损失的商业业务 习近平这一次的俄罗斯 知情就已经清楚的表明 北京在向这个邻国 提供帮助的同时 也在获得对他的影响力 关于西普安人的关系 中国的央媒 其实也是做了一些伏笔 做了一些埋伏的 比如说这张图片 显示的是人民日报 3月22日的头版 在暴眼右上方的位置 放了一张图片 当然这个图片是比较的高 又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暴眼 显示的就是两个人 走在红地毯上 其实照片 走红地毯上的照片 想必是比较的多 但是人民日报选择的 就是普京刚好 往右边回头 看着习近平 给人的感觉 还有一些寒情默默的味道 在里面 所以这张图片 它凸显的也是 中国官媒 其实在对外传递的信号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非常的好 但是中国这一边 或者说习近平这一边 是起着一个引领的作用的 《明镜追击》 在3月20日的报道中 也提到 《俄罗斯报》 是发表了习近平 访俄罗斯之前的署名文章 把习近平的头像和文章 放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 而人民日报 3月20日 是把普京的文章 放在第三版 而且也没有给普京的头像 3月22日 香港也有媒体就提到了 根据新华社 也是中国中共的央媒 在3月20日的下午 发出的通稿 其中有一句 刚刚抵达莫斯科的 国家主席习近平 应约在克里姆林宫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香港媒体就认为 应约一词 通常用于 接听外方的来电 或与非友好国家官员的会晤 用在初访会晤东道国元首 那是十分罕见的 而且香港媒体注意到 新华社3月20日下午 发出的通稿内 完全没有提习近平 普京两个人 有关亲爱的朋友的对话 只说两人深入坦诚的交流 也透着一种官式和矜持的态度 因为两个人3月20日 初次见面的时候 是有一些亲爱的朋友 这样的说法的 习普关系的这些细节能够说明什么问题 快速的梳理一下 当然这中间有客观的因素 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家实力 综合力量的比对之上 以上一下非常的明显 而且俄罗斯现在突出的难题 是处在战争的困境之中 另外一点就是主观的因素 透过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处理 能够看到 中国希望自己 或者说中国希望习近平 看上去更有力量感一些 向外界传递的信号 就是在国际事务中 中国三年异控以后回来了 而且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 当然能不能发挥更多的作用 是另外一回事 就眼下最紧迫的 所谓的劝和促谈 或者调停俄乌战争来说 中国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 难度是非常的大 就西方主流媒体来说 包括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是援引了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 指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是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对抗美国 当然这是一些智库人士 或者是学者的分析 从官方的表态来看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科比最新的说法是 从习近平和普京的讲话来看 美国不认为乌克兰战争 很快就能结束 科比的说法 他说习近平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并不公正 他敦促北京向莫斯科施压 要求俄罗斯撤出乌克兰的主权领土 以结束战争 在习近平去俄罗斯的三天期间 一度有消息指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是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习近平给他打电话了 但是现在来看 两个人通话是没有达成 现在即便是透过中国的反应 也能够看到 前面提到了所谓的友谊 合作和平之旅 和平这一块 琢磨是很少的 具体来说 中国和俄罗斯是发了一份联合声明 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一共是九条 其中只有一条是提到了乌克兰四次 另外八条谈的是合作为主 也涉及到一些国际关系 所以是一分和平 八分友谊和合作 这一分和平里面是大概几句话 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 俄方欢迎中方愿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 发挥积极作用 欢迎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阐述的建设性主张 还有一句双方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 并防止形成阵营对抗拱火交友 还有吗 关于乌克兰就这么几句话 没有了 经济上的合作现在看的是一个要点 所以有一些西方媒体认为 这个是让人感觉比较意外的 两个国家签了一份联合声明 具体来说是中国的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 关于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 习近平或者中国官方关于经济合作的做法 那会有一些中长期的考虑 您看到都已经到了2030年了 不过就眼下近期的情况来说 习近平显然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大流行后的经济的重建 所以三年易控对中国方方面面的影响非常的大 中共的最高层显然是想把三年里面失掉的机会 补回来找回来 包括这一次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比外界预计的至少是早了一个月 都显示着中共的高层 习近平本人已经意识到了现在到了要主动出击的时候 中国要采取更加一个所谓的凌厉的姿态 不可避免的就会涉及到中美关系 用海外的资深分析人士的说法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份中俄联合声明 全文中其实除了说谈到中国和俄罗斯双方之间的合作之外 处处针对美国而且毫不避讳的点名批评美国 分析人士就提到 这个和中国过去的做法大不一样 突出的显示着习近平现在不想再忍了 中美都已经硬干 这位分析人士的说法大致是准确的 但是现实的情况可能比他的判断预期还要严峻 其实中国和俄罗斯发布的关于对国际关系的认知 上一份联合声明 在一年前2022年2月4日 中国官方也是发布了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 一年之前那一份联合声明 其实也是多次提及美国或者所谓的批评美国了 把两份时隔一年的文件比对下来 提到美国的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 包括AUKUS 包括美国的生物武器 化学武器的使用 包括美国全球反导体系的建设 包括所谓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等等 这两份联合声明其实表述上是大同小异的 而之所以说中美关系未来更严峻 还是关于冷战的表述 因为一年前的那一份中俄联合声明 关于冷战是这样说的 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 呼吁北约摒弃冷战时期意识形态 尊重他国主权等等 认为所有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与联合博弈 关于冷战还有一句话 就是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的关系 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 而之所以说中美关系未来可能挑战更大 形势更严峻 是因为3月22日的中俄联合声明中 关于冷战的说法是有一些变化的 其中就非常明确的点到了 双方指出美国暴守冷战思维 推行印太战略 等于冷战思维上一份文件一年前说的是北约 在一年之后直接就点了 认为是美国暴守冷战思维 同时联合声明还呼吁有关国家 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 保持克制不采取危害地区安全的行动 当然3月22日的联合声明也再一次就强调 双方指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 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 具有不坚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现在根据公开的信息 梳理下来 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 中国和俄罗斯在国家层面 或者说在国家元首层面签署的联合声明 涉及到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的时候 指名道姓说美国搞冷战的 就是3月22日的这一次联合声明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前面提到的那一位知名的分析人士认为现在中美就是要对着干 现在的情况因为俄乌战争 因为习近平的俄罗斯之旅 因为中俄在正式的文件上点名道姓 美国搞冷战 包括习普相见的基本上同一时间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突然访问了乌克兰的基辅 所以阵营分野的态势很清楚了 不同阵营之间对彼此的认知已经很清晰了 而且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中国和俄罗斯这一次非常的明确 所以尽管中俄否认或者说强调两个国家的关系 是不同于超越了冷战时期的那种国家之间的结盟 但是有理由相信 其实也像前面那位分析人士所提到的新的形式的对抗 但愿它是新冷战吧 已经不管是名义上实质上 还是说口号上动员令上 伴随着习近平的俄罗斯之旅新冷战都已经正式开始 接下来看一看来自美联社的最新的一篇 报道是关于中国的疫情所做的反思性的文章 因为中国的体制的环境 中国大陆的媒体 包括一些自身的媒体人 没有办法来对疫情 例空三年进行回溯 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 在下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到来的时候 很有可能仍然会应对失措 这个就是对疫情进行回顾总结的真正的要义之所在 美联社最新的报道 披露了两个独家的信息 第一个独家披露的信息与蔡奇有关系 他在中国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份文件里 自下的政策被怒批 2022年10月底 吴尊友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清零派的专家层面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同时也是民进中央委员 中国疾控中兴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2022年10月28日 北京的民进信息这个小册子 它是中国的民主促进会 北京的相关会员参政议证信息的汇总 就看发了吴尊友的一篇文章 关于北京停止加码新冠防控措施的呼吁 其中就特别提到 北京的一些过度防控新冠病毒的做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而且吴尊友他表示 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层层加码的现象 那不是说中央的防控政策有问题 而是执行过程中 北京市没有按照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下发的第九版方案执行 所以使得一些群众从当初的理解和支持新冠防控政策到现在 就当时的十月份普遍的诟病抵触新冠防控政策 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 也是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就是蔡奇 在吴尊友发布这一份呼吁批评之前 中国二十大是刚刚举行 蔡奇其实已经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行列 回头来看 北京的蔡奇 天津的李鸿忠 当然再加上新疆 河南 西藏 海南等等地方的一些地方的一把手 在疫情防控中确实是采取着过犹不及的态度 宁愿把政策给他做死 夯实也不愿意所谓稍微放松一点点 所以是引发了民怨的极大的沸腾 具体到蔡奇 那这一次他也是陪着习近平去到了俄罗斯 他的几个身份就已经很明确了 除了常委 除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这样的身份 他还兼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兼长中办 就让中办的地位重回到了历史最高时的 所谓的邦东兴时代的情况 可以看到 吴尊友他的批评 其实也是北京市民普遍的不满 是没有办法来阻挡 像蔡奇这样的习近平非常信任的人马 试图上往上走的 美联社的报道 独家披露的第二个信息 就是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 应当时中国国务院的要求 中国顶级的科学家们 其实已经拟定了一份 中国逐步退出疫情防控措施的方案 但是因为此前 香港因为新冠出现了高的死亡率的情况 以及上海当时其实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新冠阳性失控的态势 所以中共的高层就把这一份方案 给他搁置下来了 2022年3月份是个什么时间段 那个时候 奥米克戎病毒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主要读树 支配性的读树 而奥米克戎西方国家当时的做法 考虑到他的传播力很快 致命力相对较弱 西方国家就逐步退出了对于新冠的防控 所以透过这个背景能够看到 中国的专家还是意识到奥米克戎 他带来的一些可能的机会 以这份报告的时间 2022年3月份为界限 往前走2022年的1月份 往后走2022年的5月份 就要提到梁万年了 他是中国国务院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1月份和5月份举行的两次内部会议上 梁万年是否决了重新开放的建议的 2022年的1月份和2022年的5月份 因为他的否决 那其他人就很难提出与退出有关的建议了 这是美联社披露的消息 而且根据美联社这篇文章援引了解情况的人披露的信息 尽管梁万年是拥有流行病学的博士学位 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 但是当他推行新冠防控的政策的时候 看上去他不是科学在驱动他这样做 而是他知道习近平想听什么 所以最后推行的是党的路线 这篇报道的价值就是过去西方媒体的报道 其实涉及到的所谓的共存派提到是比较的多 包括上海的张文宏医生 包括广东的钟南山院士 目前来看几家信息比对下来 钟南山确实是给习近平或者是给孙春兰写了一封信 呼吁中国政府放松放弃逐步退出对于新冠病毒的围追堵截 那回到两万年和吴尊友所谓的无良组合 过去西方媒体的报道披露的是比较的少 所以这次美联社给到了一些细节 而且这篇文章的记者特别就强调 是根据对二十多个人多组人进行采访 来进行的披露 文章没有提及 或者说文章采访到的人物 没有到那个层级 所以不了解最后究竟是习近平 还是李强决定放松放弃对新冠病毒的围追堵截 没有提到这一点 但是文章确实强调了 从2022年11月份开始 在中国不少省份蔓延的白纸运动 是中共最高层决定放松动态清零的导火索 美联社的这篇文章 看上去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提马小伟他作为中国卫健委主任 在中国动态清零过程中 究竟是发挥了怎么样的作用 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所提及的 马小伟目前可能是处在重病之中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过往缺席了一系列的重要场合 包括最近的李强所主持的中国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 也没有看到马小伟的影子 其实2022年年底 2023年年初的时候 吴尊友他作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也在互联网上被传得了癌症 但是后面他频繁地出现在媒体镜头之中 看上去身体还是没有大碍 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们也是因为对新冠政策不满 所以指吴尊友是得了癌症 这个是不是也同样适用于马小伟呢 目前看来马小伟他得病的可能性是更大一点 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官僚包括蔡奇 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科学家 吴尊友和梁万年相比之下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那吴尊友作为科学人士 作为知识分子 他的成色 那比梁万年还是要足一点 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 像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存在 像这样的政治科学家的存在 下一次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侵袭来到的时候 恐怕不像美联社这一篇文章 援引了解情况人士所介绍的 多死了20万至30万 恐怕下一次的情况就会更严重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追击 我是岳哥 来看看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最新湖南之行 这是他成为中国总理之后 首次离开北京去地方进行所谓的调研 有媒体称 中国官方的报道之中 李强的待遇那比李克强要高出很多 其实李强的湖南之行还有不少看点 包括和他面对面交流的就有新加坡的首富 当然这一位首富 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七八年前才换了新加坡的国籍 李强这样热切的表现 不知道让这一位新加坡首富 做何感想 也不知道过往几年 尤其是中国疫情防控三年之中 去到新加坡的这些资本界的人士 做何感想 首先来看一看李强的湖南之行 在中国央媒的报道之中 是什么样子 比较早的最早的 3月22日晚间 新闻联播这一档节目 就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提到了 详细的介绍了 李强的湖南之行 大概重点就是两个内容 第一在地化的调研 去到了诸州 去到了长沙 一共涉及到六家企业 第二个重要的内容 在长沙 它是主持召开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座谈会 和八家企业的牵头人 很多是一把手 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有媒体特别提到 三分钟央视给李强做播报 而且是3月21日 22日他在湖南调研 而且透过央媒的报道 可以看到李强和八家制造业的代表 进行座谈的时候 已经是五点多钟了 想必是3月22日下午五点多钟了 然后到了当天晚上七点开始的新闻联播 就把消息释放了出来 这个待遇 那比之前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是要高出不少 透过央视的报道 可以看到在湖南的李强 完全没有这张照片中 呈现出来的有一些拘谨的状态 央视的视频显示 他的面部表情很丰富 特别是手上的动作平靡 显现的是一种放松的状态 是一种投入的情绪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李强离开北京的这一两天 中纪委国家监委的机关报 刊出了一篇文章 里面就提到了习近平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的一段讲话 看上去是习近平在对李强和他的班子进行提醒 这么几句话 新班子起来了 一定要注意 不要有大干快上的冲动 也就是不能不按规律办事 急功近利 急于出成绩 要把这种浮躁心理 急躁心态都压下来 扎扎实实 踏踏实实的搞 现代化建设 这个文章传得很广 可以看到 习近平和李强的关系 确实非同一般 没有了李克强 习近平现在已经 俩然是一种大哥的姿态 甚至有一些长辈的姿态 在对李强有一些期待 现在不知道李强手部动作这么多 面部表情也非常的丰富 习近平看了会不会觉得李强是比较的急躁 急于出成绩 第二点客观来看 李强的湖南之行 密切关注的还是中国的企业家群体 包括一些资本界的人士了 因为就在3月13日李强作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 那可是言之早早 要走改革路 要吃改革饭 而且提到去年有一段时间 社会上对民营企业有一些不正确的说法言论 所以现在民营企业家就等着李强要做哪一些具体的表态 根据央美的介绍 21日22日李强是去到诸州长沙的一共是六家企业 透过这张表格 您可以看到民营企业是占到了三家 分别是湖南山河科技 这个是搞轻型运动飞机 无人机的研发制造营销的 接下去 比亚迪以及兰斯科技 兰斯科技的产品主要包括玻璃陶瓷的制造 还有触控模组的研发 手机的触屏等等也属于这一类 再加上生物识别技术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所以可以看到李强去六家企业进行调研 三家是民营企业 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李强的首次离京出访 那对民营企业界应该是有一个交代 李强湖南行的第三个看点就是他召开了先进制造业发展座谈会 透过官媒披露的画面消息 可以看到包括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在内的八家企业负责人 是出席了这个会议 而且是做了发言 看上去和李强也有一些互动 李强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要坚守制造业的决心 不能动摇 做强制造业的力度必须加大 所以其实就是在给这些企业家们来吃定心丸 八位企业家所代表的八个企业 透过这张表格 您可以看到民营企业那只有两家了 因为要做到所谓的先进 做到行业龙头老大 确实对民营资本目前来看是有一定的挑战 两家之中 总部位于深圳的麦瑞医疗 做医疗器械的 他的董事长李希廷是如假包换的新加坡国籍 当然李希廷本人是中国安徽人 1951年出生 到2015年的年底 他是变了国籍 变成了新加坡国籍 当然在李希廷转换国籍之前 麦瑞医疗其实是1991年就已经创立 一路有高潮有低谷 总还是说发展壮大起来的 2021年和2022年新加坡的主流媒体还提到 李希廷就是连续两年 蝉联了新加坡的富豪榜的头把交易 2022年年底的时候 他的身家大概是160亿美元 确实是大手笔 他捐赠给自己的母校 中学一出手就是10亿人民币 捐给自己的大学的母校 也是以义来起步的 所以李强在不声不响之中 还是给外界带来了一些 没有办法预料到的东西 他作为中国国务院的总理 首次离开北京 首次和企业家团体见面 中间就包括了一位新加坡的首富 这中间的信息其实呢 也并不难理解 主要呢 还是可以说是在向民营企业家们 来打情感牌 所谓的情感牌 第一点就是一视同仁 你李锡廷不是中国国籍 但你毕竟不是国企 也不是央企的创始人 一把手几把手等等 所以呢也无妨 只要说你在制造业中 能够做出一些东西来 用李强的话来说 就是随着中国国内外形势 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面临一个重要关口 要围绕着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来发展 所以只要能够在三化 之中找到一席之地 那你就可以进来座谈和交流 第二点感情牌的第二个表现 就是说呢 还是有一个安抚人心提振士气的作用 易控的三年 其实对中国的资本界人士 伤害是非常的大 尤其是第三年 2022年 因为随着奥米克戎成为全球的主流的毒株 西方的主要国家是逐步的放松了风控 放宽了边界上的管制 但是中国呢 仍然是比较的严格 对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来说 首当其冲的就是企业的正常的日常的生产 分分钟有可能被停掉 如果说厂区出现了所谓的阳性感染者 就算比较好彩上了政府的白名单 能够得到政府的一些支持 搞所谓的闭环生产 但是这个闭环生产付出的额外的成本 也是很大 就企业家个人来说 出去不容易 因为航班减少 回来更麻烦 因为要面临集中隔离的情况 上海在2022年4月5月风控期间 出现的知名的风险投资家 徐欣的经历 在微信朋友圈里寻求帮助 希望买到额外的面包和牛奶 其实对中国的包括民营企业家 在内的一些富裕阶层人士 内心的冲击 客观来说是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 异控三年期间 异控又解除之后 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 其实都有提起 中国的富裕阶层 是已经下了决心 要离开中国大陆 转移到新加坡去 包括比如说身份的转移 孩子家人的转出 资金的转出 产业的转出 办公室的转出 等等 新加坡的官方 新加坡的官方媒体 其实也不讳言 确实有世界上很多 富裕的阶层 比如说净资产 达到100万美元或以上的富翁 是迁移到了新加坡 其中就包括不少中国的富豪 根据新加坡媒体自己做的总结 新加坡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对富豪们有吸引力 第一点就是新加坡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以及国际的联通性 是吸引外资涌入的基本条件 第二点就是新加坡的政治稳定 政策有可预测性 清商环境 然后呢 条规也很明朗 再加上高素质的劳动队伍 这个是外资青睐的优势 第三点比较的核心 关键 就是在地缘政治纷纷扰扰 以及疫情持续反扑之际 那指的是过往的几年了 新加坡提供安全的经商与居住环境 更是许多外资 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 以及富裕人士举家 迁移到新加坡的诱导原因 说的其实还是比较实在的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型的国家 一般认为确实比较的狭小 另外一点 新加坡的民主 在国际舆论上 时不时也会有一些批评 包括说言论自由 有的时候会收紧等等吧 但是新加坡目前的总理 李显龙先生 世界放眼望去 为数很少的公开站出来 多次提出中美不要搞对抗 新加坡也不愿意选边站 这样的国家之一 另外一点 就是新加坡也是为数很少的 对于疫情的应对 进行反思总结的国家 就在三月份 三月初推出了一个小册子 90多面 总结了自己哪里做得好 哪里应对疫情 做得又不好 然后从疫情防控之中 吸取了哪些教训等等 白纸黑字 一条一条列的很清楚 老实讲 新加坡的应对新冠疫情的白皮书 90多面 PDF的文件 那到底有多少新加坡人 或者说新加坡的企业界的人士 把它看完 恐怕为数也很少 但是作为一种国家行为 国家反思 他传递的信号 还是让民营企业家会感到安全 因为这个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同时也是对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一种尊重 回到李强 与李希廷们的对话 二李还是本家 但是呢 李希廷也已经是70多岁 72岁了 大风大浪见的很多 所以李强的话 有可能说提振 他的士气 继续来干 先不退休 那有可能 但是会不会说 李希廷 包括他的家人 把新加坡国籍又退掉 重新扎根中国 这个 就太有些想当然了 企业家 一般来说都是聪明人 至少说是见过世面的人 政商关系 调分履息 能力是比较强的人 所以能不能给到他们一个稳定的预期 足够的信心 那不是靠嘴说出来的 而是像 比如说像新加坡那样 持续的做出来的 这一次李强去湖南 阵仗其实是比较的大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大管家 吴正龙 中国国务院的秘书长 跟着他之外 还有两位部长是随行的 一位就是工信部的部长 金壮狼 加上中国科技部的部长 王志刚 再加上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 黄守红 但是呢 李强讲话的效果到底怎么样 透过中国股市的表现 至少说可以做一个参考 他座谈的八家制造业企业 有一家没有上市 另外七家上市的企业中 四家在3月23日 谈中是有所上涨 另外三家呢 还是下跌的 上涨比较多的是小米 7.19个百分点 上涨第二多的就是 卖瑞 1.06个百分点 而更宏观一点来看 沪深两个市场制造业上涨的加速 股票的支数是1194家 下跌的制造业的加速是1632家 占了55.23% 此外还有平盘的100多家 所以至少说从极客的效应来看 3月23日的股票市场对李强和制造业企业界代表们的讲话呀 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或者说没有给予更高的憧憬 讲完李强快速的来看一看 张文宏也是李强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非常信任的精准防控派的一位专家 他同时也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中国国家传病医学中心主任 3月23日张文宏在3月21日的一个演讲 一份报告 看上去也是李强在3月11日成为中国总理之后 张文宏的首次公开的发声 在中国的大陆媒体报道中被提到的次数是很多 给人的感觉新冠疫情似乎已经退去了 但是张文宏他的一番说法还是引来了足够的关注 首先张文宏也提到了中国要应对下一波的疫情 当务之急是怎么样的 他说主要要做一个要搭建一个协同创新的平台 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从国家到学术机构 疾控和医院工业界都全面联动才能加快速度 才有可能实现协作的联动 对新一波的疫情有快速的反应 张文宏就强调 如果不做好这一点 不建立一个常态化的 包括疫苗、治疗、检测、公共措施等在内的科技平台 我们应对未来的大流行时 仍然会在国际上处于不领先的位置 这是他的原文显得还是浅词造句比较的讲究 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文宏 关于中国过往三年疫情防控所做的一个反思 目前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中国已经搭建了一个直报 直接承报的系统 从疫情发生的地方能够比较快的 向中共的高层甚至是决策层做一个反馈 张文宏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平台 目前来看在中国是不存在 新冠病毒的传播在眼下的中国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张文宏医生也做了相关的分享 他提到新冠未来将向地方性的流行来转化 那么进入地方化的流行或者常态化的流行 就会阶段性的出现波峰 在流感样人群中检测出的比例 大概是处于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水平 虽然中国目前在流感样人群中检测出新冠的比例 大约为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十 但是他强调可以判断 中国目前还是处于新冠低流行的状态 那么还会不会有第二波甚至更多波呢 张文宏就强调根据新加坡和美国的疫情监测情况 第一波疫情结束后都有第二波 第二波的峰值会低于第一波 但两个波峰之间间隔的时间是多久 中国和国际都在同步进行评价 当然张文宏也提到了根据他的团队对免疫记忆所进行的研究 就发现免疫记忆的克隆在六个月后是存在的 那简单的说就是六个月之后 抗体水平会达到很低的水平 无法避免感染 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应该是六个月之后 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第二波 不过第二波呢 总体的严重的情况会比第一波要轻微不少 主要的原因就是有免疫记忆克隆的存在 抗体就会被迅速的召唤 出现抗体水平和细胞免疫的提高 所以重症的比例也就下降了 张文宏医生是提到了新冠疫苗 就在三月底刚刚啊 可以看到中国已经紧急批准使用了 由河北省的食药集团生产的 信氏核酸疫苗来应对新冠 这是中国批准的首款国产的信氏 核糖核酸新冠疫苗 其实在2022年9月份 中国国产的另外一支信氏核糖核酸疫苗 已经在印尼批准使用落地 那一款疫苗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艾伯生物与沃森生物共同研发的 所以区别于目前中国批准使用的第一款 根据食药集团的说法 这一款疫苗它主要针对奥米克戎变异株 BA.5 目前是已经在中国完成了 一期二期和蓄罐加强免疫的临床研究 这个蓄罐加强免疫的临床研究 是不是理解成为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目前并不清楚 当然即便蓄罐加强免疫的临床研究 是理解成为第三期临床试验的话 现在外界还是对这一款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有一定的担忧 因为根据食药集团的说法 是超过五星五百人的临床研究 结果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 免疫元性和保护效力 而做一个比较的话 在2020年的下半年 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分别做的三期临床试验 人数都是超过三万人 其中辉瑞大概是四万三千人左右 都远远多于食药集团提到的五千五百人的临床研究 另外一点 不管是莫德纳疫苗还是辉瑞疫苗 在全球的使用技术 其实都是以一剂 以十亿来剂 但是显而易见 中国还是没有选择西方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中国看上去在舍近而求远 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海外 其实呢 舆论普遍认为 中国在疫苗这一块 有所谓的疫苗民族主义 简单的说 就是在鼓励中国国内企业自主创新的同时 用上中国国产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它事关所谓的民族自豪感 民进追击的观众 其实此前也多次表示 如果说引入西方的比较好的疫苗 哪怕政府不买单 或者只出部分的钱 普通的中国人居民 他也是愿意掏钱来买西方疫苗 因为这个是事关生命 姿势体大 有一位观众还特别表示 这样的情况 哪怕自己自费去打了好的疫苗 只要是好的 内心也是感谢共产党的 普通的中国人 中国居民的话 其实已经说的很直白了 现在已经有了中国首款的国产 信使核糖核酸新冠疫苗 接下去西方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是不是会落地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追击 谢谢朋友们